你以为画个圈包住狗哥就能通关了吗 不可能 因为这关的蜜蜂会直接将狗哥推到绒江去 然后我们就失败了 所以我们只能画一个圈将蜂窝堵住 可是这一关的蜜蜂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虽然圈住一批蜜蜂 但是还有聪明的蜜蜂最后猜出来 结果狗哥就在斜坡上被折得跳起了舞 那你以为我们画一个万能的五角星 就能够挡住蜜蜂的攻击了吗 更不可能了 因为我们的五角星会直接从上面滑下来 这时候我们的狗哥就会被折得满脸包 那得怎么办呢 有位河南的网友告诉我 画一个开朗的网友 开朗的网友虽然能堵住洞口 但是很快就滑下来 又有一位江苏的网友让我画个三角形 堵住洞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三角形能否挡住蜜蜂的攻击 三角形果然也不行 在最后的三鸟也是没坚持住 有位上海的网友让我画个铜 这也是没能挡住蜜蜂啊 连忙和狗哥一起带下去了绒江 还有这位网友让我画一个电谣嘲讽蜜蜂 好 我们先画一个电谣小子 之后开始嘲讽 最终四秒都没坚持住就失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 让我直接画的大括号就行 画好看着还不错 不过这也不行啊 我们试试用万能的火柴人看看 这 没想到连火柴人都救不了这只狗狗 我们到底该怎么画呢